現在疫情趨緩 解封的商機 讓人力是陸續回補 逐季總處今天公佈了 九月的失業率是百分之三點六六 比八月下降了百分之零點一三個 百分點 創五個月的新低 雖然說國內時事無薪假的人數 還是有一萬六千兩百五十二人 是比上期增加了一千一百九十七人 但是從近三個月的同期數據來看 呈現是階梯式的下降 預估是朝好的方向走 你好 請問電話想個不停 工作人員忙碌了 雙手沒有停過 有人才剛掛掉電話 又馬上接起 國境全面解封 民眾迫不及待出國旅行 有旅行業者從十月十三號 邊境解封至今 海外旅遊的業績 提升近五成 人力需求也跟著大增 因應這樣子的一個市場量能 所以在業務的部分還有很大的一個空間 那雖然原二零一九年的人力都到位了 但我們是希望說 因應這個市場的需求 業務的會再增加 新冠疫情逐漸趨緩解封商機 讓人力陸續回補 主計總處公佈九月失業率 百分之三點六六 比八月下降零點一三個百分點 創五個月新低 主因是部分應屆畢業生 陸續找到工作 讓九月失業率回降 而且工作場所業務緊縮 或因歇業失業者也陸續減少 不過從勞動部所公佈的最新減班休息 也就是無薪假的統計 卻發現人數仍有一萬六千兩百五十二人 比上期增加一千一百九十七人 勞動部說主因是旅行社仍放無薪假 但從近三個月同期的數據觀察 整體是呈現階梯式的下降 就在內需市場持續熱絡的同時 經濟部也發布九月批發零售業營收統計 其中批發業 零售業以及餐飲業 營收均創歷年同月新高 經濟部表示隨著百貨週年慶陸續登場 秋冬換季需求 國慶廉假之聚餐與 出遊的商機以及邊境管制逐步放寬 均有助推升消費動能 記者為陳信龍推報導